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才來看法蘭克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阿拉伯地圖很久沒有來看到了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 紅方的文明選擇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吃果子的速度 遊戲一面最快的 而且有天生騎兵加20%的體質效果 所以封建時代開始 法蘭克就有血量上的優勢 法蘭克人他到了帝王時代 還有著名的192游侠可以用 但是他的弓兵路線超微不太行 沒有強弩 也沒有戰毛兵的三級射 三級弓兵鎧 所以用起來他的弓兵路線是稍微弱了一些 法蘭克人後期還是組成為 戶齊作戰最為四合 例如槍兵配游侠 或是槍兵配火槍、火炮 配洛馬、游侠 都是一個很好的後期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開局的時候 村民就擁有支援攜帶量加3的效果 所以這個村民的獲得支援的效率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可能別人其他國民走4趟支援來回 他只需要走3趟 所以阿茲特克人經濟前中後期 都算一個不錯的一個水準 那阿茲特克人的僧侶呢 是每點一個僧侶科技呢 都會加5滴血量 所以到了後期阿茲特克的僧侶血量 可以高達100滴血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先來看一下地圖部分 阿茲的前期的黃金在前方 後面果子在後面 黃金也在後方 石頭也在右邊的位置 看起來黃金的位置不算是太悲劇了 因為後面有一塊黃金都還能夠接受 雖然主金在前面有點糟糕 但果子在後面相對來說也算是好手 其實玩家們不要那麼刻意 一定要把這個黃金第一個開的就是自己的主金 偶爾也可以開到比較後面的位置 圍好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阿茲這邊的地圖要圍起來不太容易 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的防守成本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肥龍這邊會怎麼防守 那看一下MBL這邊的防守 MBL這邊的金礦在上方 果子在後面 這一點就對MBL相當舒服 果子只要能正常吃完的話 對於MBL前期的資源採集 不管是要出肉碼或是槍兵棒棒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圍加的部分的話 這邊也就是要稍微圍出來一點點 要正面圍死會比較好或是拉過來 那不管怎麼說 跟肥龍的地圖都有點相似喔 要圍大或圍小都是有點痛苦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雙方都是世紀立國的頂尖選手 兩邊會怎麼圍這個超爛地圖 好這邊看到肥龍這邊是雙棒棒開局 阿姿棒棒開局非常有優勢 因為他這邊的均勻的工作效率非常好 棒棒出門時間更早 MBL這邊也是決定選擇了棒棒開局 這裡是打了三棒棒 三棒棒開局往後拉 這裡棒棒兩隻加老鷹過來看一下 天下的封劍時代 三棒棒過來 繼續繞一下圍死 夾擠一下 往後逼退 這邊再繼續往後走 好這邊繼續開打 收掉了一隻棒棒 好這裡三隻棒棒開始追 老鷹血量很殘了這隻棒棒也是 肥龍這邊很有可能會開始轉弓箭手 弓箭手趕快轉出來會比較好打 那MBL這邊可能會先轉個毛兵嗎 因為這邊已經斷金了 先轉毛兵防止對手出弓箭 克制自己的裝甲 但是阿姿這邊轉的東西也是毛兵 但是這邊是轉鷹刺猴 鷹刺猴配毛兵的策略 那他可能覺得MBL有在挖黃金 所以這邊弓箭手可能會繼續出 結果這邊出的是毛兵 兩兵都是預判你的預判 結果什麼都沒預判到 這就是網路上面常常看到我梗圖 預判的預判 這兩邊都是預判的預判 所以出兵兩邊都是出毛兵 作為保守 不太要出差錯的 那如果出毛兵的話 阿姿這邊打裝甲就會打到頭破血了 畢竟裝甲遇到老鷹跟毛兵的話 是一個無雙的存在 想砍誰就砍誰 只要我摸得到 我就是最強的那個單位 裝甲步兵在這個時期是這樣子 所以MBL看到對手阿姿 肥龍沒有整弓兵 豈不是叫我砍爛他的意思 MBL可能有獲取到這個資訊 趕快出了一堆裝甲 那很明顯阿姿這邊是打正面 是完全打不贏的 千萬不能打正面 打騷擾還行 好這邊高打低 反擊了一隻裝甲回去 到後面還有更多裝甲再來騷擾當中 好這邊打了兩隻裝甲回到正面 看起來要去進攻 肥龍加正面的黃金點 好他還沒有出發 守戴了正面 好終於出門了 好兩邊封劍時代打得滿有趣的 但是MBL出了裝甲步兵 就意味著自己升城堡時代會更慢啊 出了七隻裝甲真的是出了點多喔 阿茲特克都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了 MBL家裡顯得有點尷尬 出了裝甲步兵 雖然正面打得贏 但是沒有機動性的優勢喔 所以對方出這些東西 甚至還追不到 一直繞一直爽 好想要正面突破木場也不是那麼容易 最近對手是頂尖選手肥龍啊 雖然林這邊 放手的還不錯 沒有太大問題 木場應該也不太可能被攻破 誒誒誒 剛講完都被攻破了嗎 誒誒就被裝甲步兵可以消掉了 好那升到城堡時代的老英單位 攻擊率會大幅提升 變成7點傷害 這個時候的阿茲的老英 就可以稍微跟裝甲步兵對打 因為裝甲步兵這邊是也點下了一攻 7點傷害 太狠了吧 MBL封箭時代 雙甲一攻 七點的暴力壓制 這邊壓制繼續壓 但是肥龍沒有打算轉弓兵 而是轉了老鷹路線 也想用純粹的暴力 防擊回去 沒有打算要跟你秀操作 老鷹就是最好的操作 正面突破 這邊能射掉一隻老鷹嗎 可惜了 這邊抓到殘血了 裝甲一刀一隻 兩隻 哇 裝甲很痛啊 重前 再一刀 又一隻 再一刀 哇 又爆半血了 裝甲步兵 封箭時代 封箭打城堡 可以打成這樣子相當不容易 阿茲特克這裡補了一台牛炮 打毛病的話就會比較輕鬆一些 這面的部隊也是完全搞定 阿茲這邊的老鷹沒有賺到任何的甜頭 這邊再過來 等裝甲步兵看到 一刀 兩刀 兩刀就快半血 中午點下了城堡時代 這邊是軍營 繼續出裝甲步兵 步兵打老鷹豹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原來老鷹豹這個單位 黃金造架非常的兇 裝甲步兵 只要正面有摸到的話 基本上就是秒殺老鷹的一個選項 其實是封箭打城堡也是 所以就會看到封箭時代 明明是阿茲城堡時代 卻被按在地上打的畫面 非常奇葩的畫面 這就是老鷹這個單位最尷尬的地方 特別害怕民兵系 還有騎士單位 但是老鷹的優點也是很多 造價便宜 而且不怕被著想 這邊抓到了一隻村民 老鷹的移動速度還是比一般的步兵速度還要來得快 但是沒有太大問題 好 裝甲步兵繼續往前 好 這邊溜了出來 好 裝甲又再攔截一次 撞到對方老鷹 但是沒有交戰 這邊阿茲開始把集結鏈直接設在了MBL的正面家裡 哇 這邊老鷹飛 飛到了幾隻村民 42村打46 MBL這邊沒有辦法靠裝甲步兵抓到任何一隻村民 好 一升上去 直接鬼轉 長劍兵 好 不管了 我法蘭克人 我不打騎士 反正你有阿茲生旅 你有生旅 我有劍兵 好 但劍兵系遇到奴炮也是蠻難慘的 怎麼辦 奴炮要被圍起來 這邊可能會被消掉非常多血量 阿茲這邊的築城戰法 築得非常自然 很順暢 好 後面又有兩隻長劍兵走路過來 這邊再繼續圍 好 MBL 補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這樣就可以防止弓兵 或者是生旅的反擊 阿茲這邊開始在撿生物了 除了撿生物之外 也可以拿來招常對方的長劍兵 MBL 再繼續出 長劍兵會有優勢嗎 這邊似乎要趕快開城鎮中心會比較好 MBL 想要走一個前壓路線 用正面的長劍兵給到阿茲最大的壓力 甚至連軟甲技術都補下了 有軟甲的話就不太害怕箭矢 選防加一點 選防來到了3點 一直覺得阿茲可能是要走一個弓箭路線 但阿茲這邊的路線 依舊是打老鷹配生旅 這樣省下的弱就很多 就可以脫開TC了 就不怕斷村的問題了 MBL 這裡是布魯倫軸 二級伐木 經濟稍微空了一下 三長劍兵又過來 摸到了一下 兩下 三下 一直摸一直爽 哇 這一村又被拿掉了 好 MBL 這裡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提升一下遠距離防護力 不然這個奴炮打得太痛了 雖然我覺得點了二級甲 可能幫助也不太大 人家的奴炮輸出 就是專門設計拿來打步兵的 所以這個二級甲 可能對弓箭手來說會更有用一些 好 但這邊還是要原地回頭反擊 出來 招翔 看到僧侶還是得撤 還有個美洲暴在幫忙輸出 MBL看起來有點痛苦 常劍兵到底要怎麼打 這個阿茲的正面呢 即使轉出了投石車 待會再來個救贖思想 正面的後排火力也就沒有了 反正客人直接棄遊俠 棄騎兵 打阿茲特克 這個想法是能理解的 畢竟騎兵對阿茲的僧侶來說 是很容易被針對的單位 但是其實也有這個輕騎兵爆 轉七騎兵 法蘭克城堡時代打奴兵的策略 但打奴兵的話很容易被老英給壓制住 所以阿茲遇到這個常劍兵打法 雖然會很害怕正面了 但是一旦有救贖思想 就不怕了 原來他只害怕的東西 是對手的工程器 一直在磨自己的奴炮或者是投石車 這邊用一隻僧侶去著想 戰毛兵過來想要點掉 著想著僧侶 但投石車砸了一發 阿茲血量震太多 要打兩三發才能死一隻 但後面的頭石車還是沒有著想掉 斷了視野 長劍兵往前 找到一個好機會往前途徑 這邊開始原地開砍 但這個城堡快要蓋好 MBL這波機會很有機會 可以把阿茲特克給打到殘血 但這一波交戰之後 阿茲特克並沒有損失太多的村民 雖然正面的軍隊已經快要恢復成軍 但阿茲特克最後還是把這根城堡給蓋好了 那這邊有大量的箭矢傷害 這裡長劍兵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甜頭 好這一波流進去 流進去的話可能情況都不同了 好阿茲特克趕快在後面補下了第三個城鎮中心 那這張村民就有地方可以躲了 好這一波MBL還是打得蠻漂亮的 還是有騷擾到 但是肥龍這裡也不賴 你正面進攻我也正面進攻 互相偷家 那兩邊都有偷到對方的村民 那目前村民數比數來說 MBL還是落後於肥龍 肥龍的村民數目前是58村對52村 好最後長劍兵也被解決的差不多了 此戰之後兩邊的經濟好像出現了一點改變 50對59喔 兩邊經濟差不多 好MBL在阿里補下了3TC趕快回農 正面打不贏 而且剛剛有殺到一些村民 所以村民數應該是稍...相對來說有補陣了一些喔 好果然轉出了奴兵嗎 MBL還是要轉奴兵策略 也不能說...這個文明指...這個文明一定要打奴兵喔 只是反客人遇到阿茲這個情況的話 走奴兵配常見兵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那奴兵是要拿來打誰喔 其實是拿來打村民喔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那還有打生女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但是只限定喔 城堡時代才可以這樣子打 因為民兵單位呢 是不太吃黃金的關係喔 所以黃金通常會有點爆量 所以如果可以把這些黃金都轉為成戰力的話 是最好的 那現在如果... 法蘭克人轉奴炮的話 又會被阿茲的僧侶給招想 所以走奴兵路線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而且待會轉出暴龍師的話 奴兵也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反制效果 好 暴龍師出來了 奴兵可以反擊回去 但是這裡蓋寶 MBL有發現嗎 這裡要來蓋寶的意圖 好 奴兵這邊高打第一 阿茲兵回頭一棒 這個棒棒敲人的聲音很可怕 好 但是後方四隻僧侶招想 這裡蓋寶應該可以成功 現在MBL家裡正面部隊不夠多 但這邊也是一個多線 本來想要蓋TC 被迫取消 MBL這邊再一次集結 但是這根城堡應該是蓋起來了 但是最好是選擇撤退會比較好 好 僧侶這邊應招 還是招到了幾隻長劍兵 好 只有城堡蓋好 這些工兵單位在後面只能等死了 好 這裡長劍兵被偷車拍到只剩下兩隻 哇 聲音子啊 油泡船一下 倒地 長劍兵沒有做到任何的事情 直接死去了 好 但是還是有做到一點事啊 稍微控到了一下肥龍的村民 這些村民都在發呆 肥龍這邊直接一個連環寶 要是這一根寶也沒有成功守住正面的話 MBL就會相當危險 因為這裡再被蓋寶 這個高地寶就是自家門面了 哇 凡克明明是一個城堡很便宜的文明 但是MBL卻沒有辦法 用自己的城堡 打出優勢完蛋 這個偷石車 痛苦了痛苦了 這個要全死 看起來肥龍這一波推的很有壓力啊 連環寶 好 那MBL這邊趕快挖石頭 要把這個側面補一個城堡會比較好 大概這個位置 這位置可能不錯 兩邊頭子車複雜 後面石頭區有穩定下來嗎 暫時有 好 聰明書目前是87村對93村 肥龍的優勢目前還是依舊巨大 而且可以快要點下帝王時代了 MBL這邊再繼續出奴兵會有點尷尬 但不過出奴兵的話 很難打這些暴勇士 也很難應對這些僧侶 這就是法蘭克人後期比較難受的地方 沒有三級射也沒有強奴 那後期只能轉火槍喔 那這邊趕快升帝王時代轉火槍 才有機會打得回去了 好 三隻奴兵出來 射一下遭翔建築物的僧侶 一發收掉 後的車找一發 躲開 沒有問題 行運流水 後方的五隻長劍兵 繼續給壓力 好 野外再補下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5TC 6TC 繼續農 那目前第1個世代 肥龍目前有勝時代的優勢 MBL這裡要擋住 需要非常多的單位才行 看要不要轉一下青騎兵喔 這個時間點轉青騎兵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是現在要轉好像不太容易 肥龍步步推進 這個城堡要是再被壓起來的話 經濟就要炸裂了 黃金石頭都被控 現在石頭 因為蓋了太多 城鎮中心的關係 現在石頭完全不夠用 現在可以蓋一根寶 還是城堡要蓋這個位置 或者是這個位置 但不管幹哪一個 都是一個相當有風險的 對方投資車 絕對不會輕而易舉的 讓你蓋起來 結果城堡是要蓋對方家 但肥龍這邊好像有意識到了 想要來挖這邊的野礦 但這邊蓋寶被抓包 還有一隻暴勇士在打架 這一波蓋下去有機會嗎 家裡一片荒蕪 帝王磁帶還有40秒 城堡只能取消 往回蓋這個城堡 哇真的沒有辦法 有暴勇士在怎麼打 阿姿特克透過買賣 買出一根城堡 直接對蓋 哇看起來MBL是沒了 這個城堡應該是 有蓋跟沒蓋一樣 巨型投資機準備出來 就算你蓋好了 也只能等著被拆而已 OKMBL果然受不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肥龍 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一把剛好都是肥龍抓到MBL 最主要的進攻目標 那肥龍這邊打的真的很漂亮 前期用老鷹配上森女 成功守住了常見兵的壓制 斷切一些羅砲投資車 後方再轉出救贖思想 就可以防止MBL正面進攻 最後再挖出一堆城堡 連環保身差進去 直接截斷了MBL的主要經濟來源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阿姿特克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只是稍微輸一點點資源 MBL 尤其是這個四個聖物 等於是五聖物 因為阿姿特克每一個聖物 會加33%的黃金量 所以三個聖物如同於四個聖物 所以總共四聖物 所以是五聖物的感覺 這邊黃金量負責2400多 轉這些老鷹、暴龍士、巨型頭十一 經濟都其實還算不錯的狀況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次再見囉